是去年12月28日才通車的港鐵西港島線 完線的香港大學站漏水 可以見到牆身有水積 也有水由天花流下來 職員在站內放了水桶載水 和膠板提醒市民要小心地滑 又用地拖拖走積水 通道亦用了欄杆封起以免途人經過時會滑倒 有乘客表示不擔心對列車服務有影響 也有經常出入香港大學站的乘客 對事件表示失望 消息自車站出現漏水和地下水有關 事件對港鐵列車服務未有影響 號資超過180億港鐵西港島線 在去年12月28日才通車 令港鐵海已伸延至西區 香港大學和堅尼地城 而西營盤站也在上月的29日啟用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都 居然歐洲